韓國人怎麼看臺灣人 其實韓國人還蠻喜歡臺灣人的 對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來到臺灣旅行的的觀光客 日本有點減少 反而是韓國來的比較多 然後就我自己在韓國居住過的狀況的話 基本上我還是要跟那個觀眾說 我們去韓國的話 一定要說我們是臺灣人 因為他們真的跟中國 還是會有點區分 然後他們對臺灣的印象蠻好的 所以尤其是半球這一塊 半球這一塊 其實韓國還是認為臺灣 臺灣隊是蠻強的一個隊伍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有沒有 他們喜歡臺灣人是哪一 為什麼喜歡 第一個是比較親切 第一個比較親切 然後第二個的話 像臺灣的美食也比較多 因為我們之前看到一些韓國 花樣 花樣爺爺有臺灣嗎 也是推薦韓國的 臺灣的一些美食 對 還有第三個我剛才說到 就是臺灣比較自由 比較不會有這麼壓力這樣 陳老師有講 我們如果去韓國 其實現在臺灣人去韓國蠻多的 對 蠻多的 最主要是偶像劇 然後曾教授特別交代說 我們一定要講自己是臺灣人 還是會有區分 沒錯 對 要區別 那我再請教你 韓國人對強國人的印象怎麼樣 強國人 我四月 我去年大概七月八月的時候 就回韓國一趟 然後基本上我印象還滿深刻 現在韓國那邊對強國人的 其實最大的爭議是那個 COVID-19的事情 就是所謂新冠肺炎 我遇到的韓國人 大概十個有八個都認為是強國那邊 傳過來的 所以他們對有點有點負面 最近那個中韓的關係 有沒有 美中日關係 有點有點有點那個硬 所以基本上韓國那部分 對中韓的性能度沒有這麼高 那泡菜是哪一國的到底 泡菜 現在我們要證明泡菜叫 KIMCHI 叫他改名叫 辛奇 辛奇 對 然後基本上如果就官方 這在韓國有引起旋風嗎 有引起旋風 基本上我剛才有說到那個 韓國人很國醜就是日本人有沒有 他們那時候有跟日本人 到底在爭論這個泡菜是誰獲得的 都覺得是韓國得到 其實鄧大哥是在講 韓國人什麼都搶第一 他什麼都是 我就是第一 然後你為雞頭 你聽說他們認為 孔子也是 什麼都第一 沒有 像剛才我們說那個什麼 首爾有沒有 就是改過來的那個 漢城改成首爾有沒有 然後我們基本上 因為首爾英文叫 首爾 對 因為漢城有漢字 他覺得那個漢就代表中國 中國的城市 對對對 然後基本上剛才提到 非常有趣的 就韓國人 有人說比較喜歡愛好面子 好大喜功 我們這邊有醫生也知道 其實在那個美國精神協會 他DSM有一本那個 DSM最新版 第五版 有一個專屬韓國人的精神病 叫做火病 什麼叫火病呢 巴哩巴哩 快一點快一點 所以他們做什麼事情 他們做什麼事情都很敢 這個是專屬於韓國人的火病 就什麼都要做 對 急躁 所以韓國就是急躁 什麼都要搶先 造成一些問題 因為最近我看國際新聞 就是說韓國一直關切 為什麼台灣的國民所得 就是所謂的人均GDP 會超越韓國 這個對他們來講實在是不能想像 然後也一直報導台積電 因為三星輸給台積電 他們也其實他們也想要討論出一個原因 就是說為什麼三星這麼大會輸給台積電 韓國有在討論這些事情嗎 基本上韓國跟台灣因為產業重疊比較多 你剛才提到那個半導體 基本上是台灣跟韓國都有所謂的重疊的部分 然後就我自己觀察的話 因為在我們台灣人真的是比較認真做事情 現在等一下台積電有沒有 二十四小時那什麼輪班的缸有沒有 可是韓國就韓國就比較少 這種狀況這樣子 他們不輪 除非在那種四大財團裡面的這樣子 他們忙著去喝酒 忙著去喝酒 我們台灣還是比較肯做 我覺得當然我覺得薪水也是一個 真的有落差 真的有落差 台灣跟韓國薪水還是有落差 如果我是韓國人 那麼我考上了首爾大學 是 然後畢業以後又進入三星的話 那我可以娶什麼樣的太太 娶怎樣的太太 就是我們說到這個 在韓國的話大部分都是相親比較多 相親 有沒有 就是可能負責所謂的那個 算是婚姻介紹費有沒有 他就幫你找 像我們首爾大學畢業 絕對不會去找那種市立學校的 他一定幫你配對怎樣 國立配過立的 國立配國立的 對 然後第二個的話 比較重要是年收入 比如說我年收入可能是兩三百萬 他一定可以幫你找什麼 就是所謂的 也是兩三百萬 再不然就真的找什麼 當然我們是男生有沒有 可能找年紀比較小的 就是他一樣的那個什麼 就是你開出來的條件 那些婚姻仲介會幫你找 對 韓國滿普遍的 這個 對 那他們這個補習嚴重嗎 補習 超嚴重的 補習 補習非常嚴重 我可以舉個例子 就是在韓國有所謂的補習一條件 在嘉南那邊 就是比如說他們大概在高中的話 學所謂的第三外語 我們可能在台灣的話 中文有沒有 然後英文 英文是基本的 他們在高中的話開始要選讀 比如說他們一些高中生可能會選讀 以前是日本 日語 你就說除了韓語跟英語之外 他們還要再選讀第三語 對 在高中的時候第三外語 所以他們補習也補蠻多這樣子 然後就考試的時候說 如果就像我們台灣一樣 說如果你想考上台大的話 你就要住離台大比較近一點的地方 在韓國也是有這樣子的 他們補習不到非常誇張 到後來我記得前一陣子的新聞 就是有老師是親生的 老師 對 就是受不了了 然後老師是親生的 然後後來就是有 就是他們的議會要立法 就是有一天就是不補習的日子 我的記憶當中 反正就是跟補習有關係 有一天就是不要補習 老師也都不要 就一天 就是一個紀念日 就是一個紀念日 那要補習到幾點 那是很可怕 到十一二點 比我們台灣更可怕 你像他人這麼多 是台灣的兩倍嘛 但好學校 韓國五千兩百萬 就我所知 五千兩百萬 就我所知道 比如說強國 韓國 日本 台灣 就是比較強調我們教育程度 有一個叫做聯考 類似聯考制度的 那補習真的很可怕 那補習甚至開玩笑講 東方人的補習 可以帶到美國去都可以 我跟你講 台灣算相對好 對 現在已經相對好了 像我們女兒現在在美國念那個律師 考了她的律師執照 有一個商業律法 叫LLM的 他們呢 他那班上是聯合國的 你知道嗎 世界各國都有 但是呢 就只有台灣的 講國語的 還有強國的 會考得過 為什麼 因為有補習獎勵啊 然後老師整理很快 然後人家就問說 那日本人 韓國人啊 都是東方人啊 他說你們為什麼pass 我們為什麼fail 他說沒有辦法 我們有claiming school 所以補習他很可怕的 他們會覺得說 你一定上了正規教育以外 你還要補習 你才能強中強 你一定要巴得頭 我記得韓國教育部 有下一個命令就是 補習只能補到十一點 晚上十一點 就表示說很多 很多人補習不補到超過十一點 聽說他有到凌晨兩個 所以善友政策下 對是韓國人發明出什麼 那我請家教 我請家教嗎 沒有清理時間 不然就怎樣 視訊上課 有沒有 視訊上課 對 抓不到 所以反而是 雖然說十點之後不能補習 可是還是有方法 還是造成那個補習費增進 那你酒量好不好 酒量 看跟誰 酒量還不錯 就欲強則強 欲弱則弱 你的意思是這樣 我叫馬律師處理你 他有異性就強 同性就弱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命運好好玩